打开心感束缚 直面真是自我 大家好我是文哲 欢迎收看本期的文哲谈情 最近文哲收到了许多的私信 其中有不少都是关于婚姻的 在这些有关于婚姻的私信当中 文哲发现了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就是女人出轨率最高的年龄是什么时候 相信在看节目的各位朋友 对这个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 文哲就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 女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往往是刚步入婚姻的殿堂 虽然在新婚的初期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会沉寂在婚姻的甜蜜与快乐当中 但当婚姻的激情与新鲜感褪去之后 女人就会对现在的婚姻生活 感到厌烦与疲倦 而且夫妻二人若是相处的时间长了 双方之间的矛盾就会暴露不一 女人还有可能会不适应婚后的生活 毕竟恋爱只是两个人的事情 结婚可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 女人难免回家经历一些纷争 而且女人在对当下的婚姻有了厌倦的情绪之后 就会想要趁着自己结婚还没有多长时间 赶紧寻觅一个男人 所以女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是较为容易背叛丈夫的一个年龄段 第二 女人在生完孩子一段时间之后 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 往往就会为了自身的健康而压抑自己的欲望 但是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 女人的身体就会恢复到生产前的状态 此时女人为了预防男人出轨 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需求 女人便会要求与男人亲密接触 但是男人往往无法很快的适应女人 所以男人在通常一般的情况下都会选择拒绝女人 这样一来女人的欲望就只能压抑着 所以女人在这个时候通常会为了解决自身的需求 而在婚外寻找男人 第三 三十四十多岁的时候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这句话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不得不说女人在这个时期的欲望 确实相比于其他时期要高涨一些 但男人在这个时期 往往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事业也处于上升期 根本就没有心思与精力与女人亲近 这样一来 女人的欲望就会得到压抑 久而久之 女人就会产生想要出轨的念头 让婚外的男人来满足自己 以上就是女人出轨率最高的三个年龄段了 男人在女人的这三个年龄段 可一定要防着点女人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若是您在情感方面有什么困惑 可以给我发私信 再骂